朋友们大家好 45岁的中年男人 每天露天一次行不行呢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这个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不能一概而论 大部分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也有部分人的话 身体不太好的话 可能说不要说一天露天一次了 可能一个礼拜 他都不行 因为前段时间 在健身房认识一个大哥 当时因为我在那个玩气线 但是我刚去我不会 我又不想抱那个教练的班 因为那个真的好贵 一个小时要两百块 我就自己在那摸 然后他看我知识可能不带对 然后就去那教我 教我一些正确的知识和方法 因为露天的话 你知识不对的话 对身体不但说没有好处 还会有伤害的 你知识对的话 我们的身心都能够得到愉悦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 让我们的身材 我们的心情都更加的好 但是如果你方式掌握得不对 知识不对的话 会适得其法 会让身体落下各种的毛病 后来就是了解的多了 他就告诉我说 他每天都会坚持 露天半个小时 最少 然后或者一个小时 我当时就挺惊讶的 我说你 你多大了 他说四十多岁了 我说你那你四十多岁了 你这身体还蛮行的 你每天都能露三个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说我一天半个小时 我都累得不行 因为那个器械 它真的挺雷人的 说四十话 它不能偷懒 如果是你在 我们那些油氧呀 什么的 跑步这些锻炼的话 它可以偷懒 但是那个露铁 它偷不了懒 你那个知识 你一定要正确 不正确的话 会对身体有害 你一定要在正位上 所以说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但是我看他身体 真的蛮好的 后来我就 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他 在那里 每天都会坚持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没有说是行 或者不行的 行不行 要看你自身情况 不能一概而论的